宗徒大事录第十四章 他们在伊科尼庸还是照样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 以致有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从了 那些固执不信的犹太人却挑拨并刺激外邦人的心 来相反弟兄们 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些日子 依赖主放心大胆地讲道 主为证明他们所宣讲的恩宠的话是真实的 借他们的手显了征兆和奇迹 城中的群众就分裂了 有的支持犹太人 有的支持宗徒 当外邦人和犹太人连同他们的官长蓄意侮辱他们 和用石头砸死他们的时候 他们一听说 就逃往旅考尼亚的旅斯特拉 德尔贝两座城和周围的地方去了 在那里传扬福音 在旅斯特拉有一个人患软脚病 常坐着 有母胎中即是脖子 总没有行走过 这人听宝露讲道 宝露注目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 便大声说道 直直地站起来 这人遂跳起来行走 群众看见宝露所行的 就大声用旅考尼亚话说 神识的人行降到我们这里了 他们虽称巴尔纳伯为泽乌斯 称宝露为赫尔莫斯 因为他是主要发言人 在城关的泽乌斯的司祭 就带着公牛与花圈来到大门前 要同群众一起献祭 巴尔纳伯和宝露宗徒听说这事 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 跑到群众中喊着说道 人啊 你们这是做什么 我们也是人啊 与你们有同样的性情 我们只是给你们传扬福音 为叫你们离开这些虚无之物 归以生活的天主 是他创造了天地海洋 和其中的一切 他在过去的世代 容忍了万民各行其道 但他并不是没有以善行 为自己作证 他从天上给你们赐了 雨和结石的季节 以食物和喜乐充满你们的心 说了这些话 才算阻住了群众 没有向他们献祭 却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约基亚和伊科尼雍来 挑唆群众 群众用石头砸了宝露 以为他死了 就把他拉到城外 但门徒们一围到他跟前 他就起来进了城 第二天 同巴尔纳伯起身 往德尔贝去了 他们向那城传扬福音 使许多人成为门徒 以后回到吕斯特拉 伊科尼雍和安提约基亚 到处兼顾门徒的心 鼓励他们坚持信仰 说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困难 才能进入天主的国 二人在各教会 给他们选立了长老 在祈祷进食以后 把他们托付于 他们所信仰的主 以后他们又经过 匹西迪亚来到庞菲里亚 在培尔格宣讲道理以后 下到阿塔雷亚 又从那里乘船 赴安提约基亚 他们原来是从那里 被托于天主的恩宠 做现在已完成的工作 他们一到就聚集会众 报告天主 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 和怎样给外邦人 打开了信德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 同门徒们 住了不少时日 入市场下课 入市场上